五国脚离队另有隐情 足球报揭穿黎铁谎言 两人离开原因让人心寒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目前随着中国男足结束了两场热身赛后 国足出征西亚地区参加 世纪赛12场赛的准备工作 算是基本完成了 据悉国足会在7日的时候踏上西亚征程 由于国足本次在11月份仅有两场比赛 所以黎铁也是有意的精简了 国足阵容中的球员名单 根据国足的官方消息来看 是由五位球员离开了球队 并且给出了每个人离开的详细原因 但这五位球员离开的阵营 恐怕与官方的消息也是存在一些差异 本次离开国足的球员分别是 郭天宇 韦时豪 王上元 尹 洪博和高准毅 其中高准毅是因为存在伤病 不能跟随球队比赛 其余的四位球员都是家中有事 高准毅的伤病确实存在 所以这个理由是可以接受的 可剩下的四位球员家中一同有事 就显得格外蹊跷了 著名的足球媒体人李炫阿九 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中 谈到了这件事 李炫表示根据他的了解 确实是有至少两位的球员家中有事 随后补充到 其他人用家庭原因四个字来作为理由 也不伤体面 对于李炫的这条动态国内的知名体育媒体足球报也是进行了转发 所以这条消息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因此来看在这五位离开的球员里 真的是存在一个另有隐情的现象 首先尹洪博真的是家中有事 李炫也已经在此前的动态中做出了回应 强调了尹洪博的事情 所以对于高准毅和尹洪博的离开 还是蛮让球迷寒心的 毕竟两人是有一定能力获得一个出场机会的 至于郭田宇韦士豪王上元 小郭和王上元是从未得到过出场机会离开是理所当然的事 国族方面给出了家庭原因离队也算是 为了双方都找了一些面子吧 既体现出了国族征召 他们之前是考虑战术安排 现在让他们离开也不是对自我的否定 至于韦士豪他从12强开始以来一直都是国族内部风口浪尖的球员 离铁让他离队的决定也可能是为了保护双方 各位球迷朋友您赞同我这个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胡说 再次也发老银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